咱们说完了冰坛高手 再来说一位冰坛美女 就是韩国花样滑冰女王金炎儿 不是她又不是又参加什么比赛夺冠了吧 这回金炎儿当的不是比赛选手 而是教练和评委 当评委 对啊 不是什么雪秀节目当评委的这是 不是最近你知道 就是那个韩国的一家电视台 他们不是准备推出一个真人秀节目吗 叫做Kiss and Cry 对啊 选手们比的就是花样滑冰的水平 然后金炎儿自然就成了这个节目的中心人物了 咱们现在看到的照片 就是金炎儿拍这个真人秀节目的宣传海报 确实挺美啊 花样滑冰 金炎儿人家那是专业的 摆几个花滑的动作pose 小Kiss啊 对啊 拍的时候旁边的工作人员都看傻了 参加节目的选手们也都羡慕着呢 那必须的 不是这些选手都是些什么人呢 就是参加真人秀节目的这个选手应该是不简单吧 当然了 也都是一傻的明星 有韩国歌手李志恩 还有孙潭飞等等 哎呦 不是话说这几个他都是美女啊 是不是啊 估计他们穿上这个滑冰鞋 在冰上漫步的样子 也能挺漂亮 我估计看 看应该会很好看 反正第一次录影照都已经出来了 咱们给大家瞧一瞧 你看看 或是甜美 或是帅气 或是这个素气高雅的冰上服装 他太酷了 这有点的感觉 而且我告诉你 就是这些选手他们夺冠之后还会有大奖吗 大奖 对啊 他可以跟金燕儿一起参加今年八月举行的 金燕儿花样滑冰表演 哎 你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了 就是前两天 金燕儿刚参加了一个在韩国手里举办的 花样滑冰的表演赛 嗯 这个小妮子在音乐的伴奏下 那是偏偏起舞金燕儿全场啊 人家是真有实力啊 目前金燕儿可以说是花样女子 丹仁华所有项目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了 你想就凭着这份实力 他这回当上了真人秀节目的评委 相信他也会做得很好的 不过就是不知道这个节目 咱们这能不能看得到呢 估计是看不到